每天一天都會來 你只知道他們要瘋狂 改編真人真事的同名小說 之前曾被翻譯成十八種語言 全球出版超過二十五萬冊 現在這隻英國最知名的流浪貓 搬上大螢幕 讓貓咪們再度陷入瘋狂 故事描述在街頭自談自唱的主人翁詹姆士 偶然收養一隻受傷肩貓 貓咪總是靜靜地待在詹姆士旁邊 陪著在街頭脈翼 可愛模樣吸引路人注意 爸爸還陪伴詹姆士 度過每個讀影發作的夜晚 他們療癒了彼此 兩個生命也一而給點 日本劇情片《愛情》突如其來 由性格男星小田切讓主演 靠著失業給付 每天渾渾噩噩過日子的男主角 有一天認識了年輕的酒店小姐 個性衰真的她 深深吸引著男主角 兩個不完美的人 能夠在美麗卻危險的愛情中獲得幸福嗎 日本暗黑系列電影《黑金丑島君3》 改編《透明漫畫》推出最新篇章 在這集中 以派遣工作為身的主角 和在酒店陪酒的公關 都為了實現夢想 不惜向惡名昭彰的高利貸借錢 但高利貸殘酷的追討手段 也讓人懷疑為了夢想 落得債台高竹真的值得嗎 本片集結《暗黑幽默》和金錢至少的 收穫議題題材寫實 也令人反思自己的價值觀 國片《一萬公里的約定》 由人氣天王周杰倫 超馬好手林毅潔監製 黃遠賴養顏竹點 描述個性固執不服輸的高中男生 堅持加入田徑隊 卻跑不過學姐 被迫接受學姐的魔鬼訓練 雖然被電得一塌糊塗 但她秉持著傻膽執著練習 兩人也因為每天的朝食相處 發展出青澀的愛情 我要整死你 莊社綜合報導 好 我們快走 差不多